对于他们的惊讶 陈汉秋抱以微微一笑 然后穿上白色工作服 对同样穿上白色工作服的沈峰说道 阿凡啊 组装四组看见RT433电脑 把箱子里的X1号芯片 植入主机显卡槽 好的 到 沈峰说着来到围观团面前 拍了拍 徐泽浩的肩膀 轻声道 帮忙 抬一下电脑 好好好 三个人马上随沈峰来到外面的电脑间 挑选电脑和连接器 8点23分 陈汉秋看了看时间 然后搬一张桌子 放置在实验室中间 陈汉秋再从见证箱 依次拿出一张用不锈钢制造的向脸盘的低盘 边缘部分还有一些有规则的细孔的圆形状 一支方合状的电动机组 一支夜晶显示器 一支遥控器 若干跟电线 陈汉秋开始有条不紊的组装 动作相当的纯属 不到六分钟 就组装完成了 这时候 沈峰和江城等人各自捧着一台主机 走进了实验室 放置在这个平台前面 30米 在配置四支 DV或者监控系统 乘四角围绕这个平台 陈汉秋说这话的时候 并没有看着它们 而是在调试刚刚组装好的机组 夜晶显示器上显示 1.23斜盖 2060转 陈汉秋按下启动 只听见小孔中发出 呼呼的声音 紧接着整个圆盘高速的旋转了起来 陈汉秋微微一笑 然后按一下停止键 戴上口罩 戴上一次性塑胶手套 然后往一旁放置被害人头颅的地方 走了过去 经过岁月的蹉跎 红色头颅 已经变成深褐色 因为高温处理过的 原来的几块脱皮本来是很柔软 现在却犹如枯萎的树皮一般 因为昨天晚上一夜时间的溶液浸泡 干扁的脸庞 已经渐渐有肿胀的趋势 陈汉秋取过手术剪 把几块脱皮剪掉 然后再用手轻按了额头 鼻梁 眼角 下额 甩动左手 三根类似针灸的针状物在手 分别扎向 印堂 听弓 夹车 三处穴尾 整根针状物 约计长六七厘米 却硬生生的被陈汉秋 全部植入肉里 完成后 背对沈丰问道 沈丰 搞得怎么样了 沈丰此刻蹲在地上 接着线路 听着头的问话 回答道 啊 差不多了 我连上这根视频 输出线就OK了 江法医帮忙把电脑打开 沈丰队扔在旁边疑惑的江城说道 啊 啊 好好好 好的 江城边说边弯腰打开电脑 徐泽号已经从鉴定中心里 拿来四只四驱探头 来到实验室 交到沈丰的手上 沈丰接过探头 道了声 谢谢啊 然后对陈寒丘问道 唐 这探头 没有支架 怎么办呢 陈寒丘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徐队长 江法医 你们去叫几个胆子大点 机灵点的技术人员过来帮忙 但是 记住 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要等一会儿 打呼小叫的 影响实验进度 啊 好的 没问题 徐泽号和江城 齐声回答道 阿方 电脑要调试一下 不要有什么差池 陈寒丘又对沈丰 关照道 明白 我正在运作软件 这是一项新技术吧 等一下啊 您过来帮我看一看 我有点吃不准 嗯 等一下你拿好遥控器 等我把目标物放置正确 你给我配合四个角度 以ABCD为代码 设置四驱探头 陈寒丘虽然说着话 但手上却没有丝毫的停顿 摆放好了目标物 也就是被害人的头颅 陈寒丘又取出几样化学元素 分别是 KMN04高蒙酸钾 NAHC03碳酸氢钠 氢氧化铝和高浓度MG鎂 把这些化学元素 全部倒入一支 盛着蒸馏水的容器里 激烈的摇晃着 大概一分钟后 容器里的蒸馏水 呈现了一种奇怪的颜色 究竟是什么颜色 在这里就不稀妙了 调试好溶液后 把这些溶液倒入转盘 侧面的一个凹槽内 关上密封圈 然后用持针列 分别从印堂 听工 加车三处学位的地方 取出针灸 陈寒丘仔细的查看了一下针灸 然后点点头 明白了一些道理 道儿 一切OK了 沈丰调试好了计算机 看到陈寒丘还在前面 就说道 陈寒丘转头对沈丰 笑吟吟的说道 阿方啊 徐队长 江法医 等一下可能随时会发生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但你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啊 哦 有这种事情 徐泽浩和法医江城 面面相觑 不过 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要相信科学 陈寒丘微微一笑 说道 说着已经来到计算机面前 摘掉一次性塑胶手套 然后对沈丰说道 阿方啊 设置1.12 斜盖 32V 3 V6 FV ZG 6638 好了 透儿 这程序有点复杂吗 沈丰 也是手忙脚乱 这种技术 领先于国内的所有的卢布修复 还原 本针 上色 等一系列的技术 所以过程 有点繁琐 是在所难免的 陈寒丘边敲击键盘 便说道 A 站两点钟方向 B 站一点钟方向 C 站三点钟方向 D 站着不要动 好 就这样 同志们坚持半小时 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 陈教授 保证完成任务 站在四个角的四个技术人员 慷慨激昂的回答道 对表 八点三十八分钟 阿峰 按启动键 沈丰按写绿色的按键 承载着被害人头颅的圆形托盘 开始以每分钟三十二转的速度旋转起来 而且每隔十秒钟 旋转托盘边缘的细孔 最会统一喷射出一种七彩的容颜 然后洒落在被害人的头颅上 电脑上的被害人头颅 呈三维立体图像 高速旋转 陈寒秋在旁边 用一种其他人看不懂的英文公式进行运算 EIJ-TS7H 百分比 栏目的 类似物插之于 格菲特 若一定率进行预算 等种种分析报告罗列了一大堆 看着徐则浩 江城等人更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 这是一种新的计算方式 徐则浩江城根本不清楚 陈寒秋是根据什么为依据来推算的 所以也弄不明白最终的计算结果 面对着完全陌生的领域 而又不能问 这种感受着实令他们几个难以忍受 时间过得很快 八点五十三分 九点 九点十分 阿峰 按停止键 陈寒秋敲击着键盘 嘴上说道 沈丰马上按键 旋转托盘 逐渐停了下来 此刻被害人的头颅很诡异的呈现在众人眼前 脸上虽然有种润色 但显得有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A C防卫 撤下来 B B 不要动 陈寒秋说道 两个技术人员解脱般的拿下探头 就在这时候 令所有人终身难忘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微闭双眼的被害人头颅 在经过大概二十分钟的时间 忽然间就张开了 没有瞳孔的眼神 怎么看 都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几个技术人员因为没有防备 也可以说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被这突如其来的诡异现象 吓得是惊恐万壮的 用双手捂住了因为惊恐而呈现O型的嘴巴 在身后的法医疆程 也是难以置信的指着头颅 说话有些结巴 大家保持安静 请不要影响我头进行分析 沈丰出来 让在场的人尽量保持安静 但他也很想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可不相信这是死者 死不瞑目而发生的灵异事件 身为刑警对头的徐泽浩 但看到被害人空洞的眼睛的那一刻 心里也是咯哒一下 然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以至于其他人的表现也没有在意 也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 身为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 双腿一软 整个人往后倒去 幸好后面马大川和科路 及时扶住了 徐队 你没事吧 队员们关心的问道 啊 没事 我只是有些虚弱 徐泽浩挥挥手 表示自己没事 陈寒秋在键盘上 敲击了最后一项回车键 说道不破此案 我不回首度 说着站起来 静止朝被害人头颅走过去 然后在托盘跟前停住了身形 蹲下身来 直视着被害人空洞的双眼 一甩右手 一根针灸在手 左手对头颅的 有点破损耳下 也就是在耳尖上方 入发际一寸五分处 先用手摸索了一下 然后入针 插进宿口穴 这时候 头颅的眼睛 才闭上了 再次拔出针灸 扔进垃圾桶 拍拍双手 然后对法医江城 和徐泽浩说道 看来 我们刚开始的侦查方向 出了偏差呀 哦 这 徐泽浩很疑惑的说道 让我们来看看 被害人的庐山真面目吧 陈寒秋边说 边往电脑桌走过去 什么 难道被害人 不是刁爱卿 所有人的问题 似乎都一样 我们让事实说话吧 陈寒秋说完 端坐在电脑面前 不再发言 所有人都挤过来 我们国家的颅骨复原 通常进行 头骨复原的依据 是以21个点 或者是24个点 为基点 然后根据肌肉的厚度 来进行分析 再通过泥素 来实现 但是本案的受害人 颅骨 却并非头骨 而是被高温 进行了处理 脸部神经 以及其他淋巴管 肌肉结构 软组织 还有红鹅软骨素 等等都处于半熟的状态 这无疑给辨认死者身份 和死因 带来麻烦 今天我所用的方法 依据是用紫阶微量元素 加入极低温度液体 来刺激皮下 导线素的综合反应 促使未被完全破坏的淋巴 分布在低温的刺激下 形成这样的状态 陈寒秋说完 敲击了一下回车键 电脑显示屏上 呈现的是一副 立体的三维头颅图像 看到了分布整个头颅的 各种动静脉 及淋巴组织分布 所有在场的人 都感觉不可思议 头颅 未被解剖 也没有进行PEK透视 为什么可以这样清晰的 看清完好无损的 动静脉及淋巴组织分布的情况呢 陈教授 这是怎么做到的 法医江城兴奋的问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 在进行实验之前 我在被害人头颅的印堂 听工 加车三处穴位 下的三根 VHGP 测试仪器 什么 这是测试仪器吗 我还以为是 徐则昊意外的说道 其实不光是徐则昊 在场的人 都对陈寒秋在实验前 对头颅进行扎针 很不理解 你们不会真的觉得 我再给头颅做针灸治疗吧 哈哈哈哈 陈寒秋开玩笑的说道 哈哈哈哈 在场的人不约而同的 相视而笑 同时也化解了 因为刚才诡异现象 所带来的恐怖氛围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动静脉 及淋巴组织分布情况 来重新重组头颅的原来的样貌 及特征 陈寒秋说完 开始在键盘上输入很多公式和PF定律 以及其他一些辅助程序 很快 电脑显示屏上 从一个人体头骨开始 逐渐由一根根 脉管组织 从复杂 模糊 开始演变 所有人都默默的回忆 被害人 刁爱卿的容貌 以为等一下图像显示的 肯定是刁爱卿 但结果 却令他们大吃一惊 一样的 微胖形脸庞 眉毛细而斜 眼睛虽然不是很大 看似纯净 但其中包含了一种妩媚 鼻梁高挺 清淡的珠唇 和润红的脸蛋 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这毫无疑问 已经不是 刁爱卿的轮廓 所有人都病住呼吸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而法医江城 此刻额头上的汗珠 都出来了 可见他此刻 是多么的紧张 如果头颅被害人 真的不是刁爱卿 这样的话 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将是无法想象的 把打印机准备好 陈寒秋边工作边说道 大川 徐子浩让马大川准备 马大川点点头 转身去准备了 陈教授 你的意思 是这个受害人 不是我们先前所认为的男大女学生 刁爱卿 法医江城 已经彻底信服了 这一项项的数据和代码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不好意思啊 我还没看到过女大学生 刁爱卿的照片 所以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 我无法回答你 陈寒秋苦笑道 陈教授啊 这就是被害人刁爱卿的照片 徐子浩从他的公文包里 拿出一张陈舅的照片 递给陈寒秋看 不是 不是这个人 陈寒秋摇摇头 很确定的说道 啊 听到了确定的回答 所有的人都很吃惊 太意外了 这简直可以说 是整个南警公安机关的笑话 做了这么多工作 竟然连受害者的真实的身份 都没有弄清楚 这怎么不能让他们尴尬和汗颜呢 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你们 毕竟受害者的尸体 破坏成这种状况 没有真正的权威机构认证 是很难辨别真正的身份的结果 再者 根据资料显示 辨认死者身份的 是刁爱卿同学的好友 及父母亲属 所以不用太过自责了 陈寒秋虽然说着话 但手上却没有停下来 陈教授 打印机哪来了 马大川捧着打印机走了过来 阿峰啊 陈寒秋让沈丰接过来 沈丰一直在旁边记录 头的各种计算公式 和各种实验辅助化学元素 及剂量的多少比例分配 哦 谢谢马警官 沈丰放下记录 接过打印机 道谢道 不用客气 叫我大川就行 马大川有点局促的说道 虽然沈丰是陈寒秋的徒弟 但无论如何 沈丰的警衔 相比这里的级别 还是很高的 哎 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面熟啊 马大川看着电脑显示屏上 逐渐清晰的画面 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但一时间想不起来 哦 你知道这个女孩 徐子昊语气上有点兴奋的问道 徐队 不要吵她 你这样吵她 很容易让她导致思维神经 受到影响 而出现短暂的屏蔽记忆现象 法医江城强烈控制自己的情绪说道 可以往在119南大案的侦破过程中 寻找痕迹 陈寒秋提醒道 一段记忆 涌入马大川的脑海里 当时也是无意中 发现在梁美娜家里客厅中的墙壁的 一张全家福 照片中的梁美娜 笑得很甜美 浓浓的眉毛 深而带点忧郁的眼神 鼻挺的鼻子 下面是线条十分清晰的 弯弯的嘴唇 面对交资美态的梁美娜 哎 这个女孩就是刁爱卿同学 唯一的好朋友梁美娜 马大川很确定的说道 什么 这个女孩是梁美娜 这 这怎么会是这样 徐则昊 感觉难以置信 也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陈寒秋已经把头颅的最终归属 以及其他一些详细资料 打印在几张A4纸上 徐队长啊 不要因为当时没有侦破案子 而心生抵触 人无完人 谁都会犯错误 重要的是发现疑点 及时深入调查 知过必改 不要留下遗憾啊 陈寒秋站起来 拍了拍徐则昊的肩膀说道 谢谢徐教授 我明白了 同志们 我们大家要振作一点 相信在陈教授 领先国内的鉴定科技面前 再狡猾的凶手 也必将无所遁形啊 嗯 加油 众案组的刑警们 全都是警戒的精英啊 从来没有 垂头丧气过 唯有当年的 119南大碎尸案 让他们输得太惨了 有这样一喜前耻的机会 谁都会抽出满志 信心 重新又回来 陈教授啊 徐则昊刚想说 却被陈寒秋打断了 徐队长 我只是来给你们众案组提供技术支持的 至于如何破案 还是需要你来统一调度 不过你放心 我会随时随地给你们提供任何帮助的 既然这样 好吧 大川 你和科路重新把关于梁美娜的所有信息整理一下 还有及时通知梁美娜家属 梁美娜的情况 等一下 徐队长 我想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还是不要把被害人的亲属拉进来了 就继续让梁美娜失踪下去吧 我们已经伤害了一个家庭 难道你忍心再次伤害这些可怜的父母吗 这 好吧 大川 你们尽量注意点 不到万不得已 就避免对被害人家属再次伤害 明白了 徐队 我们这就去 马大川和科路各进了个警理 就走出了实验室 天荤 东西呢 东西拿来了 徐队 物证部技术员天荤 把一盘录像带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陈教授啊 什么时候有结果呀 徐则号把录像带交给陈寒秋后 问道 哈 等有结果 我送过来 沈丰 从陈寒秋手中 接过录像带 浅笑道 哦 啊 谢谢了啊 徐则号说完 就拿着头颅分析报告 退出实验室 徐队长 哦 陈教授 还有什么吩咐 吩咐不敢当 只是麻烦你们 把热心群众苏慧良 带到这里来 我有些话要问他 啊 好的 没问题 钢子可能还在开手所 我让他 把他给带过来 还有你把关于南大案的一些审讯记录 全部整理一下 我等把鉴定中心的一些东西准备好 大概明后天就要看 好好好 我记住了 陈教授 我现在也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调阅当年侦破时的所有资料了 哈 这样吧 你叫上钢子 等我电话 我们一起讨论案情 求之不得呀 陈教授 哎 你我年纪差不多 我反而还要小几岁呢 你就别老教授教授的 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 随便一点吧 哈 陈教授是公安部的特别刑事调查科科长 我斗胆称呼教授 叫陈科吧 哎呀 你呀 陈寒秋一时无语 转身对法医江城说的 哎 那个江法医啊 我根据被害人头颅上 齿牙凹部位进行DNA鉴定分析 和断殖骨的DNA波段完全不符 断殖骨的血型是O型 而齿牙凹部位的血型是稀有的熊猫血型 而H阴型血型 这是化验报告 什么 江法医接过化验报告 一脸呆滞的惊讶的 2005年1月12日 晨6点50分 南警市七霞区看守所 热心市民苏惠良 因为过于关心南大案的侦破 以至于踩过了线 被市公安局以妨碍司法公正 扰乱警方正常执法秩序的名义 跟关了起来 苏惠良在看守所里 已经度过了19天 零12个小时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 每天除了例行劳作之外 就是孤独的在单间房里沉默 苏惠良常常问自己 自己这样做 究竟值还是不值 为了自己从小就有着 对正义有一股不必辅阅之志 是不是自己太执着了 正义难道不应该是大众 一起来维护的吗 这个案子还有曙光吗 假如优盘文件 因为一些意外 而没有交到陈寒秋的手上 或者是交到陈寒秋的手上 陈寒秋却没有引起重视 自己应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被警方冤枉下去 自己倒也罢了 自己的女朋友如何看自己 同事们怎么在背后评论自己 自己住在乡下的父母怎么办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自己可真是情何以堪呢 3570 苏惠良 你出来一下 看守所李所长 推开苏惠良所在的房门喊道 苏惠良以为又是警察 来老生常谈了 但走出单间牢房 看到外面还站着一个老熟人 古胜刚 你来干什么 苏惠良没有给古胜刚 好脸色看 古胜刚知道 这家伙还在生自己的气 这也难怪 换作自己 可能所表现的将会更加的暴躁 你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吗 古胜刚反问道 我没有兴趣知道 苏惠良态度很强硬 古胜刚苦笑的摇摇头 然后从身上拿出一张纸 递给李所长 然后说道 李所长 这是我们市局的赦罪证明 证明苏惠良确实无罪 你帮忙带他去办一下手续 关于我们警方的失职 你就按规定来处理吧 啊 好的 古队 李所长接过文件 看了一遍 然后对苏惠良笑了笑说道 苏惠良 你自由了 等一下你到我办公室 来结算一下物工费 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你 你 你要放了我 苏惠良曾经无数次在梦里出现过 自己被无罪释放的场景 但对于眼前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还是不敢想象 毕竟由古胜刚亲自来放自己出来 也就等于古胜刚间接的否决了自己 这对于一个执法人员 可以说是很失脸面的一件事 是的 我承认我们警方在这件事上有责任 古胜刚有点妥协的 毕竟徐队说过 这是陈教授要求放人 他可不想拿自己的前程来和苏惠良赌气 哼 不用说的这样大气凛然的 有些东西 我们心知肚明就行了 苏惠良还是很抵触 和古胜刚接触 说完就自己跑开了 古胜刚无奈的耸了耸肩 这时候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喂 古队 我是大川啊 哦 是大川啊 怎么样 什么情况 哈哈 有特大发现 什么发现 别卖关子 说啊 你知不知道 原来南大碎山中的死者不是刁爱庆 而是梁美娜 什么呀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古胜刚不敢相信的说的 没有啊 古队 这句话很严肃 这是公安部的陈教授 权威认证的 而且这检验过程 可以说是我从今以来第一次见识到的 科技含量最高的法医检验的 马大川有些兴奋的说道 你亲眼看到了 古胜刚还是不太相信 千真万确 而且相关书面报告及法证报告说 现在可能已经到使官局去了 看来我们又要重新侦破 难道俺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们现在在哪里啊 古胜刚有点急切的问道 徐队派我和克鲁到市局档案馆 调查有关梁美娜的资料 我现在正在路上了 徐队呢 他在哪里啊 古胜刚有点生气 毕竟出现这么大的状况 却没人通知他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信任 我来的时候 徐队还在鉴定中心 现在就不知道了 古队就这样了 我先做事了 哦 好 古胜刚挂掉电话后 双眉紧促的叹了口气 如果这案子的受害人不是雕爱卿 那么也就是说 先前大半年的大排查和遍地开花式的侦破 都是在浪费时间呢 而且相关的拘捕人员都可能 古胜刚一想到这个问题 就感觉压力很大 古胜刚边思考着边往看守所门口走过去 这时候 古胜刚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 古胜刚一看雷电显示 是徐则浩的雷电 喂 徐队啊 刚子 你还在看守所吗 哦 是啊 我这就回来 呃 那个 啊 什么 苏惠梁同志 和你在一起没有啊 怎么了 他去办理相关手续去了 你回来的时候 记住把他带上 陈教授要问他问题 你给他做做工作 哪怕说好话 也不要让他口无折拦呢 咱们 徐队 出了什么事了 听您的语气 事情好像有点严重 我现在也很乱呢 陈教授表面很平静 但我心里总是很不安全 如果让声听似到了 好过不堪想象啊 徐队 既然陈教授是公安部来的 这件事省厅 可能不会随便来插手的 我们可以完全听陈教授调度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陈教授的意思 还是让我来统一调度 而陈教授给我们中安组提供技术知识 刚子 我们接下来 要是全力破获119岁事案 但有一个问题 却很难解决啊 什么问题啊 年终将至啊 很多计案要进一步的侦破和查阅 干本抽调不出 太多的精力 也无法做到每一个分局都面面去刀啊 你是说 现在翻案重新看破的话 可能破案时间会更缩短 对我们的侦破很不利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也要给自己树立信息 也别说的这么多了 我们在市局会议室等你 陈教授等一下也要过来 你不要迟到啊 好 我这就过来 古圣刚挂完电话 到了去 看来 我还是要和你有所交集啊 于是又反了回去 苏惠良 办好手续就出来了 看到古圣刚去而复返 不知道又耍什么花样 只好等在原地 等他先开口 来吧 和我一起 吃一趟市局 古圣刚边说边挥挥手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给我一个礼 苏惠良身体没有动的意思 有人要见你 你可能很希望见到他 是谁啊 你去了就知道了 是他救了我 这 可以这么说吧 那好 我们走吧 苏惠良不再犹豫 他隐约已经猜到了想见自己的人是谁了 当天下午 十三点十二分 南警市公安局大案会议室 会议室此时已经人满为患了 所有当年参与南大案侦破的警员都到场了 这也是市局长谢康的意思 毕竟陈寒秋可是国际上知名的刑侦专家 这样的学习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苏惠良被徐泽浩带到左侧一个角落的地方 因为下面在座的都是公安部门的精英 苏惠良并没有发言 但他的内心 其实已经在沸腾了 十三点三十分 南警市司法鉴定中心的几个技术人员 搬着一台投影机进入会议室 钱明拿着很多影像资料 来到讲台旁边待命 法医江城从会议室外面进来后 就静止来到副局长廖峰旁边 耳语了几句 廖峰感觉很疑惑的点点头 然后问道 这么快吗 江城点点头 叹口气 苦笑道 做了这么多年法医 今天看到的一切 让我明白了 什么才是工作效率 老江啊 层次的区别 也证明了技术的高低啊 不得不服啊 做吧 徐则昊拍了拍江城的肩膀说道 哈哈 权威就是权威啊 古圣刚也迎合道 会议室的门再次打开 一个高大的身形出现在门口 这个人的皮肤泛着最坚实的古铜色 在如剑般斜斜扬起的浓眉下 是高高耸起的性感鼻梁 和深陷的眼眶 一双明亮的眼睛里面 现在带了一丝懒洋洋的微笑 和两三分淡然的诗意 虽然他绝不算什么英俊男 但是却洒脱帅性 自然而然拥有一种可以让女人 为之疯狂的男性魅力 望了望会议室一圈 陈寒秋嘴角微微上扬 看到陈寒秋到场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 在谢局第一个带头鼓掌 紧接着会议室被热烈的掌声所充盈 大家坐下吧 陈寒秋白白手示意道 身后背着见证箱的沈丰 紧紧跟随在后面 他看了一圈会议室 显得很平静 可能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了 他先是原资料分析 还是沈丰轻声问道 我们先浅至深的开始讲解吧 陈寒秋点点头 然后走到讲台前 微微一笑说道 我之前因为要进行初始行为勘察 没有任何根据疑点之前 不想打扰在座的各位警官 但后来所发生的一些意外 真的很令我惊讶 陈寒秋说完停顿了下来 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具体陈述了 我知道你们会把责任推给下面基层的人 在来南警的火车上 曾经有一个女大学生 说我们警察抓不到坏人 却老抓无辜的群众 这究竟为什么呢 当时我是要多尴尬 这时候陈寒秋看到下面后面几排的几个民警 开始昏昏欲睡了 心中对南警的公安系统形象 大打折扣 认为有必要给他们打打预防针了 民间有句俗语 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已经说了数千年了 如今仍在说足见其理的常在性 其实一个地区 一个单位的风气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倘若一把手很敬业 很正派 很清廉 即使下面有人有这些问题 那些问题 这个很正的一把手 也一定会将歪的扭正过来 比如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开会 有人打瞌睡 局长陈壮为就敢义正词言的说 开会不能打瞌睡 开会时 与会人员的精神面貌 反映的是一个单位的精神面貌 这叫什么 一个字 正 但是看看你们呢 虽然没有打瞌睡这么严重 但是你们可以自己看看 你们这个样子对得起身上穿的 这件警装吗 讲台上的陈寒秋 这样一说 前排的几个局长 纷纷转身 往后面几个行为不减的民警 投去严厉的眼神 除了给你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我在这里有一些感悟 和在座的各位共勉 首先 我们要学会尊重人 在单行道开警车 不要逆行 除非你是在追捕罪犯 或者是在抢救他人的生命 不要粗暴的对待别人 因为你的粗暴言行 有可能在他们心中 留下永久的伤害 永远保持干净整洁 扣紧制服上的每个扣子 皮鞋上不要布满灰尘 经常刮胡子 遵守各种规矩 即使这样 你显得很傻 并受别人嘲笑 如果开警车时 碰倒了路边停放的自行车 要立刻停下来 将自行车扶起 并向自行车主人道歉 道歉 并不是件羞耻的事 用百分之百的努力 去完成领导 交给你的每一项工作 即使这工作 看上去多么不起眼 多么微不足道 你选择了这身制服的同时 也选择了挺身而出 在关键时刻的退缩 将使你留下永久的耻辱 不要和请你到色情场所去的人交朋友 提防请你赌博 并表示愿带出赌资的人 不要追逐金钱 那样会使你栽根头 不要把硬汉 理解为走路 横冲直撞 说话就瞪眼的人 硬汉 是认准目标 百折不挠 直到生命终结 也绝不放弃的人 不要对缴械的罪犯使用暴力 那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绝对不要酗酒 牢牢记住 你家里每个成员的生日 无论如何厌烦 都不要拒绝妻子 让你陪同逛商场的请求 要有勇气对同事说 这是我的错 即使跟你打交道的都是社会渣子 也绝不可对人类社会失去信心 不要掩饰自己的爱憎 不要以自己的年龄和记忆力为借口 而拒绝学习 经常拿起电话 你的家人报平安 最后提醒大家 每个月读一本业务书籍 这样会使你的工作更加畅通无阻 陈教授 惊诚良言啊 同志们 我们向陈教授敬礼 市公安局局长谢康听完这句话 感慨良多 受益非浅 沉心实意的站起来 敬了一个标准的警力 眼见在座的警员又要站起来 陈汉秋连忙转移话题 大家听我说完 其实所有刑事案件中 不外乎于仇杀 劫杀 情杀 自杀和意外死亡 五种死亡几率 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案发的第一现场 及被害人的详细信息 来达到死亡排除法 但南大碎事案 显然是个个例 既没案发第一现场 也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信息 我们古楼分局 最先接到报案的时间 其实已经是受害人 被害后的好几天后了 后来根据专案组走访调查 被害人之一的失踪时间 竟然已经多达四天以上了 这不得不让我感到震惊 这些日子 凶手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也可以让我们警方 失去最佳的破案时间 当时案发的时间 正值寒冬 可以这样说 凶手在等待最佳的抛尸事件 为什么这样说呢 陈寒秋停顿了一下 环视一周 把眼神停留在徐泽浩身上 徐泽浩思考了一下 便要站起来 哦 徐队长 坐着说吧 我猜测 凶手会不会是想通过这样的抛尸方式 来引起社会的恐慌 关注之外 还有可能是在向警方挑衅 这也是一种情况 但这太显而易见了 我们要更加深入层次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阿峰 陈寒秋示意沈丰 于是沈丰把陈寒秋原先图画过的简易地图 铺设在了投影机上 顿时一张南景地图 出现在背后的屏幕上 大家请看 第一抛尸现场 是南景大学的正大门右侧 新街口和和平大街的交叉位置 同时发现石块的还在静安路老街口 这可以归纳为同一天里 因为新街口和静安路相距不超过三公里 第一次浮出水面的 是被害人的下半身部分碎肉 即右手手掌和断指若干 案发第二天再次出现第二抛尸地点 玄武区天津路的水泽港新华硕电脑商城旁边 一间公共厕所侧边的一个弄堂 准确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 苏惠良 苏先生 陈寒秋说着 看向坐在角落里入了戏的苏惠良 苏惠良很显然 被陈寒秋的忽然间的发问 给吓了一跳 啊 什么 苏惠良慌里慌张的站起来 显得很惊慌失措 也很疑问 哈哈哈哈 在座的各级警员都笑了起来 啊 不用紧张 放轻松点 我知道第二抛尸现场的报案人就是你 是不是啊 啊 是 是 是的 玄武区天津路的水泽港新华硕电脑商城 旁边一间公共厕所侧边的一个弄堂 是不是准确的位置 啊 是的 和我一起发现樊布包的是一个在附近打工的民工 报警电话是我 是 是我 打的 苏惠良 还是有点局促 嗯 坐下吧 第二抛尸现场所发现的被害人上半身右边 占全身比例十分之四的肉块 还包括受害人大多数内脏 及右脚碎脚趾 第三天下午 在建业区龙王山风景区的杜牧山道半山腰的石路第28格台阶上 发现用红色毛毫升红色的受害人头额和被害人贴身衣服及红色羽绒服和一双灰白相间的旅游鞋 受害人头额曾经被高温处理 表面皮肤已经呈现大面体脱皮 淋巴细胞 动静脉血管都已经被高温严重破坏了 因为节地组组织的敏感性 一般在摄氏温度70度以上皮肤就会呈现深红色 但温度如果超过摄氏98度以上的话 人的皮肤会出现硬性卷曲 我看过当时的头颅照片 当时被害人的头颅呈红色 但没有出现硬性卷曲 发现头颅的时候 头颅皮肤虽然也有出现僵硬状态 但这并不是高温引起的 而是当时的气候引起的 以此我推测 凶手处理受害人尸体的温度 在摄氏68度至100度之间 后来我发现头颅切割的颈部有泪痕 我来纠正江法医当时的判断 这处泪痕并不是被害人致死的原因 也就不是机械性的窒息 被害人之一梁美娜 真正的死因是先由触电引起的 注意 梁美娜并没有因此而死亡 真正令梁美娜死亡的 是大量食血过多所造成的 什么 初天 食血过多 陈寒秋说完以后 下面的警员一片哗然 陈老师 有什么依据吗 一个民警站了起来不解的问道 陈寒秋微笑的点点头 然后说道 嗯 大家都知道 生命活动的基础是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一旦停止 机体便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意味着死亡的到来 因此死亡就是生命活动的终结 任何生命有机体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就要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 和能量交换 即不断的进行土姑纳心 我在未接触被害人遗骸的时候 一直以为是凶手先用勒 掐等可以令被害人外力性窒息 然后再用高温度的废水进行冲刷 然后进行质检 但我用VHGP测试器 对脑内海马的监测时 发现炉内居然滞留了 大概体积为0.2毫米的胶油 还有炉内的一些配置物 基于以上两点 所以我认定被害人 是在至少220伏以上的电击下 从而出现宾死期 但凶手究竟是如何进行肢解呢 这需要勘探到案发的第一现场 或者可以发现两个被害人 任何一个被害人 至少整体3公斤以上的石块 才可以进行德国剑石专家 克亚迪发明的平行线延展定律 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 搜集的现有的石块 还远远达不到 符合作平行线延展定律的 最基本的条件 阿峰啊 陈汉秋对沈丰 微微一汗手 沈丰点点头 从旁边的文件堆里 拿出一叠文件 走向台下 从市局长谢康开始分发 这份是对119南大碎事案 唯一完整的被害人头颅的分析报告 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数据 当然 还原图像也在第二张A4纸上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可以马上提出来 陈汉秋说完后 静静的等待着 下面各级警员的阅览 徐泽浩和谷盛刚 拿到文件纸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 这份分析报告 不光系统 而且还英汉双翼 不愧是国际名探 报告显示的一些专业领域 陈汉秋担心看不懂 还特意进行图文同步 如此详解的分析报告 不光是南警公安机关第一次看到 就连鉴定中心的技术人员也是首次接触 小明啊 看到没有 这叫什么呀 专业呀 法医江城轻声的对身边的徒弟 钱明感叹道 钱明也是兴奋的点点头 心中更是激动万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国内一流的见识科技吗 陈汉秋在讲台上等待了四五分钟 看到下面的各级警员基本上都是很认真的默念着 偶尔几个局长轻声交流意见之外 根本没有人提出问题和意见 在这样详细到每个细节都一一剖析的分析报告面前 还提出质疑 这不是告诉别人自己更权威吗 所以没人提出问题 好了 伙伴们 先把分析报告放一边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 陈汉秋说着转身来到南景地图面前 用叫棒 指的地方正是四个主要抛尸地点 谁告诉我 这四个抛尸地点可以说明什么问题 下面沉默了三分钟左右 古圣刚首先发言 陈教授 我个人认为犯罪现场 可能离抛尸地点不会太远 我猜测凶手不会愚蠢到 在其他地方杀了人 把尸体运到闹市区丢弃 让人尽早发现 还有就是凶手对南景并不是很熟悉 没有办法把尸体弄到更适合隐藏的地方 也有可能杀人是偶发性的 如果说杀人是预先谋划好的 凶手即使没有车辆 也可以选择租车 或者选择到其他的地方杀人 而不是闹市区 古圣刚对于自己的分析 感觉很满意 但是陈汉秋 只是微微抬起手来示意古生刚坐下 然后用眼神看了看法医江城和刑警队队长徐则浩 江城刚想站起来 谁知道徐则浩率先站起来 说道 刚子所说的 我们当年侦破该案的时候也曾经提起过 我要补充的是 凶手会不会已经离开南景多年了 经过这么多年 连我们都快要遗忘了 是想凶手怎么可能还傻傻的等着我们去抓他呢 陈克 我们真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到最后还是毫无线索呀 徐队 不要说了 这只能怪我们鉴定中心 技术手段不够高明 连被害人真正的身份都没有确定下来 才会导致你们众案组偏离了方向 依我看 这四个抛尸地点分两天内完成整个抛尸 如果要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壮年人来完成 这种无痕式作业 也很难完成啊 反正我是做不到 法医江城打断了徐则浩继续说下去 江法医啊 以后我们技术人员不要在他们众案组负责人说话的时候打断 毕竟他们众案组在第一线 我们只是在旁边协助他们破案的 不要玄宾多主啊 江法医有一点说得非常好 一个壮年人是不可能再分两天来完成四处抛尸 看似简单 却实际上很注重时间周期的抛尸作业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 这四个抛尸现场 虽然是隔天发现的 但抛尸的时间最多不过超过四个小时 陈寒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 这似乎不大可能啊 怎么说 这新街口离龙王山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说中间还有天津路的抛尸现场啊 市局长谢康提出了疑虑 这的确不可能 但这是在一个抛尸者的前提下所考虑的问题 但我要说的是 抛尸者至少有三个人 什么 抛尸者有三个人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那么凶手 徐泽浩惊呼道 凶手另有其人 抛尸者可能只是执行者 但要知道其他信息 就必须要更加深入案情 才能准确的分辨出整个过程 我先来说说 凶手是如何进行抛尸的 大家都知道 时间周期 又叫时间循环周期 它是自然界的一种规律 而凶手正是运用了这个时间周期 我在资料里看到 发现第一抛尸现场的 是一个环卫女工 根据当时记录报告 环卫女工是19号8点钟左右报的案 是不是啊 啊 是这样的 当时是由我们古楼分局 第一个接到拨案电话 第一出现场的 是我们分局的徐罗民警 但看到案情严重 我们没有擅作主张 立即由我们分局民警 上报市公安局 范铁坐在后面击排 听到这里 站起来回答道 根据鉴定中心的报告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是昨天晚上的10点 也就是18号 晚上10点 教授 这样的判断 可能有些偏差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判断死者死亡时间 是通过对尸体体温和尸体的僵硬度的探查 或者已经形成的尸斑 尸僵或者腐败程度来计算死亡时间 但对于这起碎尸案 我们只能从尸块的主熟程度和新鲜程度来做的判断 所以死亡时间有很大程度上的偏差 法医江城道出新生 嗯 这情有可原 我只是想说 当时所发现的尸块 是由塑料袋包装的 这本身就已经破坏了尸块片的属性了 从这一点上来看 策划者不仅有很好的反侦察能力 还有物理学知识 也是很在行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一般肉类被煮后 无论煮多少时间 就是泡一泡 然后马上包进塑料制品后 我看到当时那只塑料袋的图像资料 这是一种并不常见的塑料制品 虽然表面开上去和普通塑料袋一样 但它的属性相比一般塑料高出很多 这种塑料一般在解放军医院里有 它的名称叫V-36 这种塑料制品很容易受热 散发出一种叫科诺PXC的元素 这种元素是破坏鸡红球蛋白的最佳元素 从而改变肉的颜色 无论肉原来是什么颜色 在经过十个小时以上 肉的颜色都会逐渐变成鲜嫩的 下面再次传来惊呼和嬉戏声 很难想象啊 这样一只不起眼的塑料袋 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 陈科长 这种塑料袋除了解放军医院有 其他地方有可能有吗 副局长廖峰问道 很少 虽然在国外很普及 但我们国家还不是很实用 所以一般在外面很难买到 这样说 现在也不好说 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说出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明白了 四个抛尸地点 三个围绕着一个地方 陈寒秋说完 教棒在南景大学园区的范围 画了一个圈 意思很明显 凶手 在南景大学 抛尸者 是学校的人 各式各样的惊呼声都有了 陈寒秋 避而不语 只是眯着眼 看着下面猜测的各级警员们 徐队长 你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叫 成波的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了吗 陈寒秋 点了徐泽浩的酱 徐泽浩 仔细的回忆着 有关这个叫成波的审讯经过 这中间 市公安的两位领导用凄厉的眼神盯着自己看 反复再说 你能不能反应快一点啊 你这可是有关我们南景公安机关 办案效率真实的写照啊 四五分钟以后 徐泽浩终于理清了头绪 清了清嗓子 说道 当时是2004年2月5日 晚上8点左右 我在市局W-05号审讯室接待的他 我是刑警队长徐泽浩 你可以叫我徐队 你先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徐泽浩不想浪费时间 直指主题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 在川贝洗浴中心玩 大概到11点30分的时候就出来了 当我到新街口的时候 看到有个人在那里逗留 但当我靠拢的时候 这人却离开了 你是用什么方式 经过新街口的 哦 因为天有点冷 我选择不想 只是看到一个人吗 是男是女 或者高矮胖瘦 没 没 没看清 当晚天色太暗了 并没有看清楚 你是说只是看到一个人的轮廓 哎 这倒不是 哎呀 让我想想 会客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过了大概十分钟 徐子昊 首先打破了沉默 有点失望的说道 不用着急 慢慢想 哎 迷彩服 哎 对 就是迷彩服 那人穿的 就是一件迷彩服 哎 还有 他身材魁梧 应该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哦 你确定吗 徐子昊追问道 哎 不敢肯定 但应该是 陈波皱着眉头 答应道 他手里 还有其他东西吗 我是说 除了黑色包之外 徐子昊问道 没有 当时他手里 什么都没有啊 陈波回答道 没有 徐子昊不敢相信 他说道 哎 是的 没有 当时他两手空空 看到我的时候 这个人只是犹豫了一下 当时并没有在意 很平静的 就离开了 审讯的经过 就是这样 但我考虑举报人 该天喝了酒 有可能是出现了幻觉 所以他提供的线索 我们不可以尽信 徐队长 这样你就放弃了这条线索了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后来大量的排查工作压下来 徐子昊没有继续说下去 线索 线索往往在无意中突现 关键是在于 罢案者会不会引起注意 不好意思啊 大半年没破案了 在学校里习惯了啊 我们继续探讨案情 关于 抛弃新街口 和静安路有统的 尸骸的抛尸者 抛尸者 应该是利用了 当晚的大雪 大雪掩盖了 所有痕迹 也掩盖了尸骸 直到次日 才被人发现 我想凶手 是通过某一种途径 了解到 18号晚上 有大雪降临 因为我了解过 当天的天气状况 13号 开始南景市的天气 一直都是阴沉沉的 温度也是平均 三到八度之间 如果不事先知道 天气状况的话 是很难进行 如此精细的安排的 徐队长 我们多管齐下 一 跟进南景气象部门的 排查工作 尽量 查获可疑的线索 二 查梁美娜 出境登记记录 这一点很重要 我相信 凡两个物体接触 会产生转移现象 机会带走一些东西 机会流泄一些东西 所以 虽然事隔多年 但流泄来的线索 还是有希望的 三 还是学校 我会带我们特案科的成员 对学校进行一次 非常规的调查 这一点 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 我想听听大家 对本案凶手作案动机 还有凶手的身份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有没有什么看法 陈寒秋说完 就坐了下来 古胜刚刚刚想站起来发言 却被谢局的一个眼神制止了 谢局站起来说道 陈科长 因为这案子 足足过了四年多 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可能有所出入 前不久 我们下面基层的同志 也因为搞不清楚状况 而犯了错误 误抓了苏惠良 苏先生 在这里 我代表我们南京 整个公安系统 向苏先生道歉 接下来 我们请苏先生 来谈谈案情吧 大家鼓掌 经谢康的煽动 整个会议室里的警员 都拼命的鼓掌 苏惠良尴尬极了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无助的看向陈寒秋 陈寒秋明白谢康的意思 他的意思 是南京警方没有调查出什么 没办法下 只能纳入急案科了 而苏惠良倒好 直接给你捅到上面去了 好啊 你来折腾吧 苏先生 没事 有什么话 尽管说 没有人追究你的责任 陈寒秋给苏惠良 吃了一颗定心丸 苏惠良没有办法 只有站起来 首先 我得同意 警方给出的结论 那就是作案人 非常专业 他是个长期使用刀的人 有可能是医生 屠夫 或者是厨师 但是 这只是个必要条件 作案人可以在以前 做过这些行业 而现在改行 做了其他 但就这一点来说 从作案手法上来 简单的对周围的人群进行区分 排查 很有可能会让嫌疑犯漏网 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 其次 女孩的外出时间 是个很重要的线索 在外出前 吃过饭没有 案发的当天 有没有生病 或者有没有长期的慢性疾病 这些都是突破口 如果这是一次事先准备好的外出 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动机是个比较苦恼的问题 从他的作案手法上 以及从以犯罪动机为契机的分析结果来看 基本可以肯定 这是个变态杀人狂 他的目的 就是要从践踏受害者的身体上 获取快乐 陈寒秋微微一笑 说道 苏先生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凶手绝对不会是变态杀人狂 如果是变态杀人狂的话 凶手不可能就这样沉寂下去 他还会继续作案 但在之后 南京有没有类似的碎事案发生啊 还有一点 在你的印象中 难道只有医生 屠夫或者厨师 才能有如此精湛的刀工吗 陈科长 难道除了医生厨师之外 还有什么职业的人 能具备这样精湛的刀工啊 不会是职业杀手吧 徐泽浩和古生刚 几乎一起说道 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 他会选择用这么麻烦的杀人过程吗 从事这项职业的人 在我们会议室就有好几位啊 什么 您的意思是 是我 我们法医 法医江城惊讶的张大着嘴巴 感到难以置信 什么 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 不错 就是你们法医 难道你们认为凶手在处理被害人尸骇和内脏时 所表现的冷静和处理尸体内脏的纯熟程度 除了你们法医 难道医生 屠夫 厨师 他们做得到 当然如果是法医 没有十年的临床经验 可以做到这一点 根本不可能 至于你们认为凶手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同时可能懂得医学知识 这些话 根本就是扯淡 试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敢说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这 这恐怕有些困难 如果单单把受害人解剖 内脏处理 我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让我把好好一个人分解成这样两千多片 而且大小相似的 我自问 我做不到 法医江城表态道 相信我头做不到 我们鉴定中心 就没人能做到了 前明补充道 我还在资料里看到一点 被害人每一片的湿肉 不光切口整齐均匀 而且在盛装被害人湿块的旅行包包裹的也很整齐 各个器官和衣物都摆放的很平整 尤其是被害人的大小长 都被叠得像军人的被子一样整整齐齐 这说明什么呢 这是 这是凶手心理素质狂高 或者是一种仪式表达式的表现吧 江城说道 错 绝对不是 陈寒秋否定道 这是一种习惯 就像是有人善用左手 有人善用右手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行政科技交流会上 一位美籍的法医曾经解剖一个逆死者的时候 解剖过程就不说了 实施完解剖后 该法医无意识的情况下 把尸体身上提取的各种器官排列的很整齐 很像本案中的各种器官排列模式 可以说这样说吧 他把解剖工作当成了一种完成艺术品的过程 事后我们几个同仁和该法医闲聊中 才得知他这样做 既是对死者的尊重 也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陈寒秋道出了其中的典故 所以结合本案的各种数据来推断 凶手如果在没有什么特征的情况下实施肢解 剩下唯一的解释 就是习惯 这一下排查凶手的范围又缩小了 所有人几乎都认同了这种说法 这时候 在徐泽浩和古胜刚的脑海里 几乎同时浮现一个人的身形 难道是他 难道是他 徐泽浩和古胜刚同时扭个头 彼此面面相去 徐队长 既然有了犯罪嫌疑人 就不用说出来 毕竟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呢 接下来 我们的侦查方向也很明确了 只要我们掌握证据 一切的难题将随着线索来迎刃而解 是 众案组的刑警 齐刷刷的站起来 整齐划一的尽力道 陈寒丘已经说的这样清楚了 还不明白的话 他们这些刑警 真就是吃干饭 至于昨天上午的报警电话来源 和报警人的调查报告 徐则浩轻声道 陈寒丘示意 让沈丰来说 沈丰拿过一张报告单 递给徐则浩 根据声波截取频段分析 显示报警人 是受人指使的 因为有很明显的停顿 吞吐的状态 所以作用不是很大 这是剖析出来的录音资料 希望对你们有用 沈丰将一盘录音带 递给了徐则浩 谢谢啊 徐则浩接过后 装进公文包里 徐队长 以后关于电子技术的难题 尽管来找阿丰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哦 徐则浩及古圣刚 还有其他刑警 都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本以为沈丰 只是一个刚刚涉足 刑侦界的一个愣头青呢 谁知道他居然也是专家 真应了一句话呀 强将手下吴若冰啊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十七点二十五分 陈寒丘宣布散会 除了两个市局长 众案组的人之外 都各自离开会议室 陈寒丘接下来 暗中安排好任务 让众案组开始展开调查 而苏惠良 责备陈寒丘 也安排了另一个任务 苏惠良表示 很开心接受这种 特殊意义的任务 所以大家都各自回去准备了 等所有人离开后 陈寒丘让沈丰把古圣刚 单独留了下来 自此 119南大碎尸案 在特案科的作用下 再次实施侦破了 三天后 也就是1月15号 南景大学古楼校区 贺国年书记办公室 年终将至 学校又将迎来寒假 作为学校领导 贺国年可以说 这段时间是相当忙的 贺书记 今天在大礼堂 有场学生组织的联谊会 几个系主任邀请书记您 您看要不要参加 秘书小王 对坐在办公桌翻阅党报的贺国年问道 我就不去了 哎 寒假又到了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记得四年前 我们学校可是捅了大娄子啊 为了防范和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你还要告诉几个系主任 孩子们的安全问题 是建立在任何问题之上 每天的点名制度 不可以马虎了事啊 我会随时进行调查的 让他们给学校 站好最后一个月的岗 贺国年感触道 我知道了 贺书记 这个问题 校长曾经在校会上三令五身的提出 相信各系的老师 应该不会掉以轻心的了 小王整理这文件 别说道 四年前 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没了 说来真是惭愧啊 贺国年对刁爱卿的死 还是相当愧疚的 这时候 办公室的电话响起 小王接起电话 喂 王秘书 我是校门保安小镇啊 什么事啊 事情是这样 我们校门口来了两个人 他们说是贺书记的故人 但我看这两个人年纪很轻 所以不敢确定 这才打电话上来 确定一下 哦 有这种事啊 小王很疑惑 按理说 贺书记的关系网 他也很清楚 但没有什么固有 这么貌似的跑来学校的呀 贺国年 贺国年也隐约听到电话的内容 用手一招 小王把电话递给贺国年 喂 你把电话给他 哦 贺书记啊 请您稍等啊 对面的保安 把电话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对面再一次转来一个有点高亢的声音 贺老师 见你可真不容易呀 这些保安死活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也不能表露身份 好吗 这家伙 我倒不要紧 你把我晾在这里不要紧 可你总不能把我头也晾在这里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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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贺国年有点转不过弯来 知道自己认过教的人 可真不多 对方居然一开口 就称呼自己是老师 而不是书记 我谁 我首都沈丰啊 我 在南景大学校门口的 正是陈汉秋和徒弟沈丰 沈丰 首都 哎 什么 你头儿是不是姓陈啊 贺国年不确切的问道 哈哈 我们就在学校门口呢 沈丰说完 就把电话挂掉了 贺国年听到这里 心里也有些明白了 小娃 给我泡两杯上好的龙井 今天有贵客啊 边说边兴奋的冲出了办公室 南景大学校门管理处 陈汉秋和徒弟沈丰 此刻正在这里 你们什么人呢 怎么不登记啊 如果不登记 出入手续的话 校外人员是不允许进入的 助校警卫队长邹旭 有点语气不善的说道 这也许是顾忌沈丰的身形 才这样说的 如果换成其他人 根本进不了校大门 我们是谁 你没有必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我们这次到南景大学 是有保密条例的 如果你泄露了我们的行踪 你还有你们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沈丰态度嚣张的 指着邹旭和其他保安说道 嘿 你究竟是谁你啊 小郑有点按捺不住火气了 刚要发作 一旁的陈汉秋 拉过沈丰 阿房 别节外生日 记住他们刚刚说的 他们入校记录全部删减 远处传来学校党委书记 贺国年的声音 贺书记 他们不要说了 他们是我的贵客 你们继续执勤吧 贺国年挥手打断邹旭的说话 我在办公室泡了好茶 我们走吧 贺国年走上前 紧紧握住陈汉秋的左手 微笑道 陈汉秋点点头 我们到贺老师的办公室谈吧 看着三个人离开了校大门 进入了南景大学行政办公区 邹旭很疑惑的对其他保安说道 这什么人的到底啊 那大个子 忒嚣张了 队长 要不要记录下来啊 小郑问道 进你个头啊 没听见贺书记的交代吗 全都回到本职工作岗位上去 邹旭一声呵斥 把原来聚集起来的六七个保安打发走了 陈汉秋师徒随贺国年来到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 贺国年就热情的招待开了 这让秘书小王感觉疑惑不解 头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小王 别愣着了 上茶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陈博士还是陈教授呢 或是韩秋好呢 哈哈哈哈 贺书记是我家老爷子早期的学生 按理我应该称你为长辈 但是按阿峰这里一算 哈 无所谓 呃 叫我小秋吧 小秋 好 既亲切 又好记 哈哈 什么时候来南京的 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我也好来接你们呢 算了吧 你这个大忙人 再说 你也知道我工作兴致 我这次来南京 也可以说 和你们大学有关的 这不是 直接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了吗 哦 不会是 四年前我们学校的岁山吧 是 真的呀 不过 不是由沈公安厅 向上提交的协助令 本来我个人对该案件有兴趣 所以 以私人身份来的 但很不幸 哦 怎么回事啊 我被鼓楼分局抓捕了 啊 不是吧 贺国年和沈丰 几乎同时 惊呼道 什么人这么大胆啊 头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没事吧 啊 没什么事 只是饿了半天 不过分局的治安队长 有点血污 我倒没什么事 哦 我们南京的行人技术 真的不敢让人恭维啊 一些基层民警乱抓人现象 也很严重啊 也很严重啊 呵呵呵呵呵 贺书记啊 这不是光南京的社会现象 也是我们国内的普遍现象 呃 也是国外很多国家的同兵啊 好了 不多说了 我们进入主题吧 陈汉秋看了看 在旁边傻傻的小王 贺国年立即会议道 啊 小王是我的学生 跟了我十多年了 是可以信赖的 谢谢书记您的信任 我看我还是到隔壁等待 你们有需要 尽管叫我就行 小王说着就准备离去 王秘书啊 你不用回避了 有些情况可能要落实到你的身上 陈汉秋低头喝了一口茶 说道 贺国年看了看陈汉秋 陈汉秋微微的点点头 贺国年回忆了 然后说道 小王啊 你可能不知道 眼前的这位陈教授 就是国际四大神探之一 见证神探 啊 哎呀 九样大名啊 小王这时候很激动 重新转身过来 王秘书啊 我是来你们学校调查 119岁石案的 有些东西需要保密 呃 再说这起案件对你们学校影响很大 我不希望我们特案科的介入 再次引起师生们的恐慌 陈汉秋冷静的说道 啊 了解了解 四年前 四年前该案发生后 南警市公安局组织专案组进驻学校调查案子 查了两三个月 没查出岁石案的线索 倒是彻底清除了校那一些小偷小摸的案件 警方最后是不了了之了 但留给我们校师生的 哎呀 是无尽的人心惶惶啊 小王感慨道 王秘书啊 当年的涉案人员目前还在不在学校里啊 陈汉秋问道 您是说当年刁爱卿的系主任纪绍华纪老师 小王反问道 他还在指教吗 沈丰问道 啊 没有了 在案发后 学校已经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了严肃处理 包括当时管理宿舍的管理员也被我们学校开除了 贺国年接过来说道 这些人 太不负责任了 贺国年有点气愤的说道 还有呢 呃 刁爱卿的同宿舍好友 于婷 吴倩 张珍珍 现在已经读研 成教毕业了 徐兰转到了中文系了 呃 孙倩雪 留校考研 呃 至于其他的 我有些遗忘了 不过关于这案子的事 学校都有记录 等一下 我把相关资料给您拿来 小王说道 小王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党员干部的纪律检查和各项违规行为或违法乱纪现象 所以这种事情 我还要和学校校长打声招呼 由他出面 再由我来组织 相信你们的调查 就不可能在学校引起影响了 贺国年说道 啊 这样也好 明天中午饭后 我可能会找几个人问话 你们学校安排一下 啊 这个没问题 呃 季少华在哪里 应该知道吧 这个 学校应该有记录 我会让他在明天中午之前 赶到学校的 呃 还有 这时候 陈寒秋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 喂 陈教授 出事了 什么事啊 刚刚秦淮区刑警中队打电话过来说 在临湖北路的天渡水库旁边 发现一具尸体 当我询问死者身份确认没有 直亲民警说 在草丛中发现了相关的身份证明 出乎意料的是 死者是我们寻找两天未见的 出境管理所的 洪耀辉 哦 你们尽快出现场 我马上过来 陈教授 我已经在路上了 要不要我来接你 啊 不用了 你先过去 注意仔细一点 还有控制影响 不要尽快曝光 好的 我明白了 陈寒秋挂了电话 脸色微变 眼中金光四射 喃喃自语道 看来 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何书家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明天我还会来 阿峰 我们走 陈寒秋边说边往外走 出事了 只是发现了一具尸体 啊 陈寒秋和沈丰 从南景大学出来 没有任何停留 沈丰驾车 秦淮区临湖北路的天渡水库 陈寒秋说道 收到 沈丰一向喜欢简洁明了 这一点 师徒俩很像 还有一点 沈丰从来不多问 他知道有些事 他没有必要 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自己必须知道 头儿是不会不让他知道的 陈寒秋为了不打草惊蛇 在南景市政府 征用了一辆四层新的黑色桑塔纳轿车 光这件事 沈丰就没少抱怨 使出新街口 来到市区主干县 正值车流沟风 整整堵塞三条街 前面道路全部封死了 看来只能穿到闪象了 头儿 做完了 我要发挥了 沈丰嘴角一扬 对身后不会开车的陈寒秋提醒道 哎 哎 哎 阿峰啊 发挥归发挥啊 可不能乱来 哎 你你你 陈寒秋有点担心道 还没等陈寒秋说完呢 沈丰已经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盘 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样 钻进主干道旁边的一条横向小巷 吓得不行街的行人 纷纷驻步驻骂 谁知道 刚一出巷口 竟然碰上红绿灯了 而且还是禁止左管弯 沈丰 沈丰气得一拍方向盘 但眼珠子却还在左右张望着 管他呢 按道 说着再次冲出停车线 冲向对面 喂 喂 你怎么闯红灯啊 哎呀 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沈丰哭丧着脸 说道 特殊情况也不行啊 特殊情况也不能忽视交通规则呀 陈寒丘 据理力争 我的娘啊 涛 您甭管这么多了 您这样和驾驶员操操 也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的 反正您做您的 我开我的 出了事 我来扛 OK 你这家伙 行了 我不说了 你悠着点吧 陈寒丘 这车子已经过了好几条街了 再追究也于事无补 也只好沉默下来 谁知道 刚上骊湖南路 后面就警笛声大作呀 两辆警用摩托车 呼啸着警笛 在后面紧追不舍 陈寒丘 瞧了瞧后面 苦叹道 哈峰啊 你瞧你这红灯 闯出麻烦来了 沈丰看了看反光镜 还真是 嘴角一扬 刚要有所行动 却被陈寒丘 阻止了下来 等等 怕你了 我们还要出现场呢 没时间 陪你玩飙车 陈寒丘拿出电话 喂 谢局长 我是陈寒丘啊 我现在在 没几分钟 后面的两辆交警摩托车就消失了 效率还不是一般的快 上午九点四十分 陈寒丘便到了位于秦淮区临湖北路的天渡水库 天渡水库 是个人工湖 面积不大 在磁山的盘山公路侧边 而发现尸体的位置 是在水库斜坡的草丛里 此刻公路上停满了警车 道路两端 拉起了警戒线 几个秦淮分局的民警守在路上 阻止过往车辆通行 这时候 法医江城 还有刑警队的几个技术人员也都到了现场 而刑警队队长徐则浩正在和秦淮分局的支队长了解一些发现尸体时的 陈教授来了 刑警王员看到远处过来的陈寒丘和沈丰 刑警队和技术人员马上过来 大家齐刷刷的向陈寒丘敬礼 师徒正要过去 陈寒丘忽然发现在公路护栏侧边的斜坡草丛里 有很多黑色素 斑斑点点的粘在草上 却没有发现其他物事 这一点很不正常 回头看了看沈丰 沈丰刚要说话 徐则浩却已经来到了面前 陈寒丘只好摆摆手 然后问道 徐队长 情况怎么样 陈教授啊 我们边走边聊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上午七点左右 渔去俱乐部组织的一次锤钓会 来天渡水库 准备钓鱼的 后来到了这里 是一个何维民的人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当时他是准备在那里方便的 谁知道就发现了这具尸体 然后就报了警 说着已经来到了尸体旁边 尸体称卧帕士 内穿白色衬衫 外照一件低领羊毛衫 下身穿 鹤灰色休闲裤 脚上穿着一双耐克旅游鞋 左腿膝盖处有大面积擦伤 左手骨折 头部下额部位 出现大面积脱胃 从而导致脸部极其的争鸣和怪异 江法医啊 初步勘察情况 怎么样 陈寒秋对在尸体旁边工作的法医 江城问道 根据死者的随身携带的皮包里身份证明 死者 红耀辉 36岁 男性 南警市出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尸体尸斑 排列整齐 可以肯定 死者死后 尸体没有被移动过 检测尸瘟和肝瘟 可以判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昨天下午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 再看伤痕和腹腔内骨折的情况来推断 根据创腔内的凝血块和创口周围的血流柱痕迹 可判明是受空隙物剧烈撞击后造成的 还有大腿和背部受压后所出现的皮肤皮下组织与肌肉剥离 并形成带状血肿来看 死者有90%是被高速的汽车撞击后 以一条抛线的形状飞过护栏 然后滚下斜坡 所以根据这种判断 我们可以得出死者是被人用车撞击致死的 法医江城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那么这是一起交通意外事故了 徐泽浩问道 可以这么说 现场只留下了这具尸体 可以追究是交通逃逸 不 这是一起谋杀 说话的人是沈丰 这又是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徐泽浩和江城面面相去的问道 你们来看 死者的眼神 尸体的眼眶突出 周围褶皱多条 根据心理学微表情剖析中解释 死者在被害前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 突然发生变化 从而使养离曲线 养离曲线 反映了HB与02的结合量 是随P02的高低而变化 这条曲线称S 由视觉神经传输给大脑的中枢神经 但是速度实在太快 死者做不出任何行为动作和无错的反应 才导致死亡 沈警官 你说的太复杂了 可以说的直白些吗 徐泽浩被沈丰的一大通专业术语炸得晕头转向 哈哈哈哈 阿峰啊 不用这么详细 大家跟我到上面去吧 我来演示一下案发经过 陈寒秋率先走上斜坡 一行人攀爬到了盘山公路路面上 见到领导们来了 知情民警都更加注重自己的表现力了 陈寒秋从鉴定中心的一个技术人员的 法阵勘探箱里拿出几样试剂和棉花瓣 然后蹲下来 用放大镜勘察路面 法医江城看到这里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大面积的路面勘察 终于在S型公路的拐角点发现了痕迹 你们看 陈寒秋指着柏油路上的微小的轮胎痕迹 一道很浅的车胎痕迹 痕迹中没有显现出轮胎的花纹 而只有粗黑的划痕 后方隐约可以看到泥沙或橡胶威力飞溅出的痕迹 这种情况 只有当车辆紧急加速或遇到较大行驶阻力 才会形成这种痕迹 当时死者站在这个位置 从这些烟灰上可以判断出 死者一直在很焦急的等待着什么 或者等一个人 这一点从这些黑色素中可以看出来 这黑色素是什么呀 前明问道 如果所料不差 这应该是烟灰 如果要更精确的数据 大可以拿回去化验呢 哎呀 这的确是烟灰呀 法医江城用手接触了一下黑色素 再用鼻子闻了闻 然后确定的说道 但是周围并没有发现烟灰啊 徐子浩疑惑的问道 陈汉秋微微一笑 对法医江城及徐子浩等刑警说道 这说明什么呀 难道是凶手在行凶后把烟灰处理掉了 或是死者把烟灰抛到水窟里了 但后者的话距离有些远 而前者的话就有点欲盖迷章了 这个假设很不合逻辑呀 难道还有其他的可能 凶手是不是在看到被害人的时候 非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还要加速至被害人于死地呢 徐子浩说道 不错 这一点可以从这道华传痕迹中充分证明 杀人灭口 徐子浩喃喃自语道 一语中地啊 徐队长 尽快查清死者的信息记录及财务情况 希望可以查到些蛛丝马迹 你们刑警队盯紧这条线索 至于其他的方向 由我们特案科负责 还有通知交警大队 让他们立即锁定一辆银灰色的车辆 该车车头顶端有划擦痕迹 时间是昨天下午 这啊 我明白了 我这就立即安排 哎 对了 教授 要不要继续追查出境管理所啊 啊 不用了 我想除了洪耀辉 掌握这条线索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徐子浩点点头 带上刑警队的人离开现场 他知道有陈寒丘这个权威人士在 自己存不存在 已经是次要了 还不如抓紧时间追查其他的方向 我渐渐发现 我渐渐发现 关于南大岸的线索 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 而且凶手很清楚我们的动态 所以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啊 徐队 既然洪耀辉这条线掉了 我想可以从洪耀辉的家属身上获得线索呀 我不相信洪耀辉没有留些一点痕迹 马大川说道 大川 你来跟进这条线索 徐子浩命令道 没问题 克璐 沈小师有没有消息啊 徐子浩对刚上警车的女警 克璐问道 根据明北家园单身公寓小区物业的记录 沈小师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支付物业管理费了 克璐回答道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我们要不顾一切代价 把他寻找到 徐子浩宁神注视的说道 我已经在各方寻找了 克璐点头说道 同志们啊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早日破案 这不光是为了我们刑警队的荣誉 也是为了在这件案子中 丧生的无辜女孩啊 还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刑警队率先侦破南大碎事案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等着升职加息了 随着徐子浩的这句话 两辆警车离开了现场 随即见证部门很快处理好现场 尸体也运往司法鉴定中心 下午一点 南警市公安局审讯室 你看到你丈夫洪耀辉是什么时候 马大川和邵方一起主持审理 是昨天上午九点半的时候吧 和往常一样 他们单位九点上班 洪耀辉的妻子叶兰悲怯的回答道 你丈夫平常有什么爱好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行为 少方